刚一个委员特别提到了 行政院议室是对外放话 说潘世伟口头请辞 结果潘世伟被问到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请辞 然后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 行政院对外放话 说院长准辞了 之后潘世伟就无声无息 但是到了今天早上 他突然在脸书上 帮了几篇开始对外大放炮 到底部长想说什么呢 我们就带大家来仔细看一下 他放炮的内容 一开始他说 原来他是因为党人才来露台下台的 他说因为公务体系内接党 隐私真的很可怕 这些高阶公务员 因为知道预算编列跟使用的方式 所以就知道要如何拿捏隐藏性的资源 作为自己的小金库 然后利用自己的人把程序合理化 就可以每次齐名为公 实际上为私 本人就是因为这样党人才露 罢了 所以他是党人才露台下台的吗 然后接下来啊 他又直接再往上讲了 他又说啊 希望啊 有权力的人呢 眼中不要呢 只有政治 这个政府需要的不是媒体操作 而是让人民感受到你也是凡人人 人民才会跟你站在一起啊 所以到底是谁的眼里 不要只有政治呢 然后他又再预告了 所以后续我还有很多这件事情的一些内幕 慢慢会告诉大家 不当政务官真好啊 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人民最大 所以他预告呢 还有微报答案 还要再丢出来了 但就怪了 我就要请教立红了 现在就已经不是政务官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那到底是哪些高级公务员呢 结党隐私 你就直接讲出来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留一手呢 今天我们制作单位啊 有跟这个潘部长通上这个电话 潘部长特别强调 他说啊 有权利的人眼中不要只有政治啊 绝对不是在讲马总统跟江宇话 他说呢 这个马匠两个人啊 是超级挺他的啊 然后又讲说啊 这些节党隐私的公务员 他讲的是这个内部的事情 只有马匠有权利叫他下台 那他讲的不是马匠 那他讲的是谁啊 他就想到说马匠挺他 他挺的不得了啊 所以这个部长这个回应 利红你怎么解读啊 如果马匠挺他 他就不会下台了 对啊 说实在的 他下台其实身影是很难看 他意思是马匠是不得已很委屈的 那他是被谁逼他下台的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啊 潘世伟今天的这个所谓的 觉得自己是党人财路 才会被逼下台 你可以看出来他心中怨气十足啊 对 尤其昨天真的很糗啊 昨天行政院说 他已经口头请辞 潘世伟说我没有 你知道 这一看就知道 行政院这边是 利用新闻 利用新闻操作来逼他下台 所以他今天的文章里头 明明写的就是行政院嘛 就是写了说 你们这些有权利的人 写这比我有权利的人啊 比我有权利的人 你是赛于新闻操作 你不要只搞新闻操作嘛 所以他是被新闻 有比他有权利的人 搞新闻操作 搞下来的嘛 所以他在弃这一点啊 那比他有权利的人 他是部长 比他有权利的人就院长啊 跟总统啊 还漏了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权利家家层屋啦 那那个权利家家层屋 这个我想 大家都知道啦 是 我真的鼓励 潘部长 真的话讲出来 是 因为确实 这公务体系里头 结党严肆的情况很严重 而且因为他们懂得预算 所以知道怎么去 用这种隐藏性 把这些预算 变成自己隐藏性的资源 变成自己的小金库 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过去不容易查到 那今天 潘部长你做了六年的部长 你现在知道 这里头 我们知道 欢迎潘部长 你如果不想公开讲 你直接向解调单位 你直接揭露 或者是向 连政公署 向连政署 直接去检举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 因为我觉得他会这样讲 是因为 他知道 一周刊的内容 多数都是来自于 劳宗部里头的爆料 所以他一定要 爆料气要弯 他绝对会想 那个 想找出那个爆料者 那如果要互相毁灭 其实对人民是好的 因为一个部长有绯闻 那他的这些人 因为假定说真的 如部长所言 说他挡了这些人的财路 高阶公务员的财路 那所以导致于他们出来爆料 那我觉得 这些高阶公务员 也不应该在那个位置 继继续世卫宿残 去啃人民的纳税金钱 对 所以我真的鼓励 潘思伟 不要只发Facebook 不要只是在纸上 去发你的怨气 尤其说实在的 因为他现在连学校也会不去 他已经 他已经当官六十年 没有学 他已经完全没有教职的 现在是没有教职 他要重新去 他如果还要回学校 还得重新去申请 好 我是觉得他这个人 真的不太有智慧 你知道他一搞之后 我看 这本来 这个高层还可以跟他安排 一个一二个 一两个位置 这下子你说高层 大概就要火大了 好 还是说高层其实 潘思伟懂得 这些有权利的人 就是说我有一个重大的讯息 我手上有麻饼 吓你吗 对 我有一个麻饼 你如果不安排我 我就 把这个隐形 把这个 这个 这个插销 拿掉 我就丢 好 除非是这样 那些高层 就说 赶快 赶快 这个潘思伟要安排 所以我们来看 潘思伟如果 他的下一步 安排得不错的位置 市场好 前途离家境 就好像 也许就把官帽 就让给了 这个 潘思伟 也不错 所以以后呢 董事长就是要有 淘色新闻 是必要的 也许 而且我知道官帽 薪水真的不低 一个月三三几万万啊 对 哦 那 就 除非 如果是安排这么好的位置 我就知道说 那未报单有效 恐吓有效 那如果 什么都不安排 那就表示 那些 那些 这些有权利的人 不怕你 你有胆量 你得讲出来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后续 不过各位 你想想看 张一华上台多久啊 去年的二月正式走马上任 二月底正式走马上任 过了年 到现在 现在是七月底 就差不多是一年 五个月 十七个月 各位 加上 潘思伟 你知道换掉几个部长吗 换掉 十七个部长啊 哇 如果照这个速度平均 是一个月换一个啊 但是你看 这个内阁 有没有什么 叫做大幅改组 没有 从来没有大幅改组 每一次都是说 我们小幅改组 结果你看 这样子 这一路啊 这好像这台车啊 这后门 他载的货物啊 或者是后面载的人啊 结果呢 这个 这一路开 这一路掉 你知道吗 人这一个一个 一个月掉一个 这样子 平均一个月掉一个 十七个月 换十七个部长啊 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政府啊 各位 真恐怖 这一种 十七个月换十七个部长 出名到哪里 出名到中国啊 这是人民网啊 这是简体字啊 你知道吗 各位我念一下 中国都特别对这个讯息一再的转载啊 人民日报的这个这个网站啊 把这个讯息特别转转 他说被换的格员已高达十七位 来 各位数一下 这是阿公啊 帮我们数的 退府会主委 郑金陵 工程会主委 陈正川 工程会还换两个了 陈正川跟陈希顺 金管会主委 陈玉璋 原明会主委 孙仁大川 国防部主委 高华朱朱 杨念祖也换两个了 法务部长曾永福 内政部长李鸿源 国国科会主委 朱金一 環保署署署长沈世宏 政务委员黄刚能言跟薛琦 發言人郑立文 客户会主委黄玉正 教育部长蒋伟宁 劳动部长潘世伟 平均一个月 政务王一个格言啊 这个 这是人民网上面 引述我们国内的这些消息 有些其实也是理念不合 自己要走的啦 是吗 是理念不合 理念不合 少数啦 少数是理念不合 多数是私得问题啦 丑闻啊 我很 我跟你讲 过去这半年 我拿过两次联合报的社论 来讲说 那社论真的是深得我心 其中有一个 就是 金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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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鵬中要 要回到台湾来 国安会 这个联合报社论 说怎么用来用去 就是那一把刀啊 对 好 现在 现在 现在联合报的社论又来了 这是今天的联合报社论哦 标榜 比例 比例竟如此之高啊 总统对他们的器重跟破格拔桌 所以说 岂不轻薄了 国家名气啊 是不是 对 而且啊 说实在的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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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所谓的 学者啊 他一直说 怪事的 这些学者 他 他 他把 成学品拉进来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来看 他说 请马英九 好好思考啊 是谁向你推荐这些 操守勘语的 学者入阁 在仅剩不到的 两年任期 你还有余余提名更多的 入学者入阁见习嘛 这话不 可以说是还蛮重的哦 你知道吗 他其实就是指引说 教授阁员 如此出轨率跟造势率是这么大 这么高啊 不得不让人怀疑马政府 用人选材的眼光 大有问题啊 你看看 这 自己怎么用人 你仔细看 张伟宁下台并不是因为十二年国教 嗯 张伟宁下台是因为 论文的这种造假审查 好 对 修宁国教授 你看 行政院也说做得很好 总统府也说做得很好啊 张伟宁也说那是我的好的政绩啊 是吗 这些人真的 你说有哪几个是真的为了政策 理念不合而走 这十七个里头 大概只有少数的一两位吧 多数都是因为操守私德啊 这很难看的一个政府欸 其实我走到今天啊 我必须说啦 马先生 你看看 我真的没看过说 因为以前民进党政府啊 曹晓晓也大 立法院又很凶悍 所以啊 阁员啊 有那种五日经兆 常常做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就做不下去的阁员 但是那是因为在业党强悍啊 今天 在业党在立法院不到一半啊 结果你看看 这一些马政府 马江体制 这一年多来 你看看 出问题的出问题 辞职的辞职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 我真的诚恳建议马先生啦 你如果真的要选举啊 把江仪化都换掉 江仪化以下全换 来这种三十几个全换 来个耳目一新啊 否则我看 江仪化 他根本是压不住这些阁员嘛 你看看 就以潘仕伟辞职 你觉得江仪化扮演什么 角色 你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 我说过 不是他逼退的吗 你觉得江仪化也不过执行马英九的啦 基本上 我觉得这些阁员基本上 都是总统在任命 都是马英九任命的啦 这些阁员根本 也不把江仪化放在眼里啦 江仪化把一个李洪源干掉 其实你会发现 剩下的阁员 哪一个不是跟李洪源一样 眼中没有江仪化 那这样子的阁员 阁员 这个江仪化你还做得下去 那你们这些阁员 生鸡人的帽啦 放鸡的帽 整大堆啦 那还能够继续做下去 所以我就说马先生 你说 因为潘世伟可能会影响到选举 所以非得先把它弄掉 但是我觉得最大影响选举的因素 十天内两个 而且下来说都灰头土脸 今天你要不要这个社论师直接跟你讲喔 你之前讲的是什么 才德要兼备才能够当这个部位首长 是不是马仲人都讲啊 德还重于财喔 你有道德形象 是比你的专业技能还是更重要的喔 就换了这么凶 第二个下台的很多人 都是因为失德的这个问题 这对整个马 不是整个马英九州自己耶 整个政府是国家形象 不会有影响吗 那个媒体常常喜欢跟开玩笑说 王院长没有敌人 哪种总统没有朋友都是开玩笑的 最近我看到一个媒体人自称 我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 表示说我就是公正的 我个人因为用这句话 来形容整个那个团队 当然要有一个有情有意的那个团队 可是在处理公务上 要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 公是公办 我今天不管那个潘部长 他是不是 他有没有涉及这样一个绯闻 或是跟他的下台 是不是党人才都不管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今天你党人财务假设 真的是像他所说的 高阶公务员 因党人财务 他报你的料 让你去下台 那你今天 你因为下台 一气之下 夹院也去报他的料 说你就是因为有小金库 那还不是一样吗 问题没有解决了 不是 你跟那个报你的料 那个高阶公务员 不是一样吗 因为你假设 你假设是真的 因为你党他财务 所以他报你这个绯闻的料 那今天你反过来 因为你下台说你很生气 你就报他这个小金库的料 那你就跟他一样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离开他那个位置 还是热热的 不要讲这么冷的话 你在位的时候 假设你有知道这个事情 你没有处理就是实质 你下台来讲这个话 放马后炮 来当一个爆料天王 我觉得是值格 然后讲说当官 当人民真的 真好 那个所谓说 不当官真好 我觉得这句话太酸了 所以其实 这段时间讲这些话 我觉得都不适宜 你讲这些话 只会让你的长官觉得 都 啊 啊 你把你替着都好而已而已 没有错 你知道 不会让长官觉得 啊 惋惜啊 你看蔣卫宁 他下台没有讲这些 懒散 有的 不的 说不定长官觉得 啊 真的我对他 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你讲这些 就要让你的长官 噢 不太聪明 我说 委屈前面 没有 每个人都委屈啦 對不對 这两天 那些 那个棚务匡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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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客才委屈呢 那些 还冤枉 冤死呢 我覺得 剛剛這麼高的 政务官 吼 我不探究到 那個层面 就是他 下台這個 身段 嗯 我們也 我們還記得 少年 不是仇之未來嘛 威富心持 搶說仇 那你今天 你這個 成績的應該是 欲宇還休 欲宇還休 卻到天亮 好個休 不要講 歷史 會還你公道 我覺得 選戰狼煙四起 蛤 為什麼 掌管會這麼急 你還要體諒一下嘛 拜託 每個地方 你看都著火 你還要給我 出這個狀況 你看 首都保衛戰 都已經打到 史達林格勒了 你知道嗎 一路幾乎十所 基隆保衛戰 人家 那個黃景 他說 除非一顆子彈把我打死 否則不要再叫我退險 連那個 我們那個 謝署長 對不對 他沒有戴罪 都要幫著立功 你想想看 他沒有戴罪 可是我要戴立功 就謝立功嘛 打下黨 你看 還有一個 支箱大師的候選人 我就不講誰 他說如果他輸掉 到中華民國中 就魅王了 你看 大家都賭這麼大 不是強 大家都賭這麼大 有敵意喔 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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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來是偶然 去世必然 去世必然 應該有一點智慧 這個我想用一句話來跟他提醒 正常愁語的 所謂的 所謂的 美麗的錯誤 我打打打的馬蹄是 你關於 美麗的錯誤 我是 過客 你今天好有文學素養 我這次是說 其實 上台下台 一線之間啊 該去就去 該留就留 最後 三重 水腹 遺無路 柳暗 花明 又一村啊 你今天卸任之後 如果你平靜靜靜 你說啊 不當官政好 那我恭喜你 你看開了 如果你還沒有看開 你至少想說好吧 那我今天 既然有這個機會 卸任之後 我是不是以一個在野的立場 來好好跟我 我這兩位 非常支持我的老長官 馬一九總統 跟將一花院長 你看 你們要我辭職 我心甘情願辭職 我還 不要說恩將仇報啦 至少還要 很願意的來幫你 做你想做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樣做 會讓人家更加想念你 所以 如果真的有 所謂的那些小金庫 違法事情 請馬上把它講清楚 不要這樣好 一語還修 我覺得這樣不好 但是 我暫時強調 這樣應該不是一個高階公務員 應該有的格調 其實潘世偉是誤判情勢 你看昨天 連太太人在國外 都發表聲明 幫她 連這個你秘書的爸爸 也發表了這個聲明 現在她就說 她誤判情勢 她不曉得說 如果是將軍跟展正找你去了 對不對 然後人家已經放話說 你講的東西不清不楚 你應該那時候主動要請辭嘛 我覺得 可能 不是誤判情勢 應該是被騙 或者是被騙才誤判情勢 是 你都發話要你走了 我過去在行政院服務過 或者在總統服務 其實 行政院都在騙人 不是都在騙人 就是說 這個其實應該是 內閣一定會做一個 通盤的一個情勢的一個評估嘛 是 那看她這種講法 或者說法 能不能說服社會大眾 那沒有的話 其實行政院或者是總統服務 在處理這種人事 其實心中早就有譜 就是說你應該要離開或是什麼 那處理的方式 當然就不一樣 早一點跟他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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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委婉常理 然後你又講不清楚啊 所以你看啊 這個聯合報的這個 24號的報導 潘氏委不輪延 高層因因之所進退 然後這個 這個記者 一個叫李順的一個叫陳洛偉 然後裡面報導的內容 是行政院的新聞 但是怎麼會掛一個陳洛偉 他是把他跑總統服務 所以高層因之所進退 就是潘氏委還在為他的權位掙扎的時候 努力的時候 其實放話 早就要放話他 你說這個高層 可能不只是行政政院 你總統服人的高層 所以這個話講得非常有技巧 然後同樣的報導 在這個聯合網報 同樣的報導 又來了一篇 不輪風波 高層遇之所進退 所以這個是有特定的 府院高層在放話 就是要叫他走 其實潘氏委假如聰明啊 不要誤判警示的話 應該是就離開了 禮拜三晚上就可以走了 這個已經很清楚 要你走嘛 怎麼會那些口頭請辭 外面都不知道 然後行政院發言 外面對外講說 你口頭請辭 不是要叫你走 不然他會說什麼 講得那麼白 對不對 然後他這個是 即使開講的 這是誤判警示 但是我的觀察是說 那你假如要到這個部長走 你就直接跟他講嘛 你這種說法沒有辦法說服到 你怎麼還叫他努力看看呢 那個副院長下午還打電話說 你趕快再講我 我們再繼續幫你講 結果連那個王小姐的父親也出來 潘氏委的夫人也出來 這個不是二次傷害嗎 那講完 院長又馬上打電話告訴他說 那你就是離開慈程趕快遞過來 所以我覺得這太粗糯了 你說潘氏委至少 我坦白講他早就該下台 但是用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這種相處 像潘氏委他會在臉書講到他說 他跟人相處非常誠懇 他也很容易相信的人 所以他意思是什麼 他被騙了 然後他講得更白 媒體操作把它塑造成軟弱不能決斷 與前人相比較來證明說 比我更有權力的人的果決 比他更有權力的人 除了總統跟一個人長 不然還有誰 對不對 所以他就在講馬金啊 製作單位就特別問他 結果他還特別講說不是啊 不是馬金 這個事後他公開講 他自己在臉書上貼文 我怕他真的會三輪或編輯貼文 所以這個很清楚 就是我心中有意願對 我的意思是說 要叫人家走路 沒有人家走路 你不要說不是你自己的人 就是用那麼粗魯的這種方式去做處理 你看蔣瑋寧也是啊 蔣瑋寧要走的時候 也莫名其妙 你要不清不白就走了 也沒有讓他多做解釋啊 蔣瑋寧說什麼 我沒有作弊啊 我只是審查的時候有作弊而已 我沒有抄襲作弊啊 結果邱文達就是作弊啊 就是抄襲啊 結果邱文達是好好的 因為蔣瑋寧是劉兆弦推薦的人 那邱文達是江內化正統的馬家軍的人 所以他的天地差別就在這裡嘛 你說有關係就沒關係 有關係沒關係 到重要關頭的時候 就是要看誰有沒有關係嘛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這個潘瑋寧是真的是 這一次是啞巴城市黃年 是被幹掉的啦 就是用很粗魯的這種方式 沒有我覺得人相處也應該要坦白 你假如隔魁說叫你走路 那也沒話講嘛 這個酒店打烊就走人嘛 那另外他講到說 這個所謂的這個黨人財路 我覺得這個事情要好的解決 這個很嚴重 因為勞動部有兩筆錢 是大錢 一個大家講的勞退基金 就是那種貸款操作啊 當這還爆發弊案 讓國庫損失了好幾億 然後這些基金的操作人 不大量得利 這個檢調還在調查 也被起訴 那另外一個叫 就業案令基金 142億 103億 這個很簡單 就是從外勞收取的 就業案令費 用途是非常粗糙 譬如說哪一個工會要辦活動 補助 哪一個團體跟我們有 辦什麼獎金 補助 或者是說 其他各機關有一些 甚至是政府的廣告 就業案令基金補助 所以這一筆錢 我猜啦 假如是屬於 老委會內部官員在做處理 應該是這一筆 就業案令基金 這筆錢拿 在上下其手 這個是空間最大的一筆錢 所以既然潘水 我也覺得說 潘部長不要含血噴人 你當時你都知道 你是共犯結構的議員 這一些 他說是為了 這個個人的一個 私的一個目的 美其名為公 實際上是為私的一個目的 我是黨人才入 那這個有貪圖的問題啊 檢調查 對 檢調好好的查 到底是誰啊 所以我覺得潘部長 你話要講清楚啊 那我會正式把這個簡報 貼了 寄給特徵組 喔 你說你要求特徵組 馬上去查這件事情 當然 正要好好的查清楚 這個特徵組的職責 不是在查部長貪賭嗎 檢察官也可以主動偵辦 對啊 這個本來就是要主動偵辦啊 然後我說 到現在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都不查呢 對不對 這個是很嚴厲 而且很具體的指控 那有沒有高層 有沒有比你更有權力的人 來指示你 怎麼樣動用 就要安寧基金 或者是基金的代操作裡頭 是不是有高層指示 對 那我最要講的是說 潘部長走 那麼重要的一個部會 幾兆的資金管理的一個部會 這個部會是院長決定的啦 這個一定是總統決定的啦 所以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 馬總統都不要乾脆啦 甚至國安會秘書長 搞不好這個 涉及國家安全 國安民主黨 搞不好要咬一腳 這個搞不好也有關係 這個應該要好好的 這個把他們兩位的角色 講清楚嘛 對不對 哪有這種道理說 這種不明不白 這樣一個政務官走 然後有關這個基金的錢 或者是說 所謂的這個小金庫這些錢 也沒有交代清楚 這樣這件事情就不了了 所以我真的是鼓勵 這一個潘部長 這個要做 轉做污點證明 趕快去跑去特政組自首 把你知道這件事情都講清楚 不要把它變成一個私人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說 這種人事之間的那種請嘎 然後這個造成離開的這種事情